好来看到花莲县110年度获得行政院华保署补助金费4500多万元 采购17部清洁车辆的特种机具 16号上午举行了111年的清洁队员感恩活动 即清洁车辆的播交典礼 那么有10个乡镇市是捕获住了车辆的机具 现场并播放了感恩的影片 感谢清洁队员的辛劳 也期盼为辛苦的清洁队员增添礼器 再再的感谢我们所有的清洁伙伴以及家人们 你们辛苦了 在这里十三厢镇市首长 还有我们的环保局以及所有的团队 跟大家深深一聚功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辛苦了 花莲县110年度获行政院环保署补助 4575万6943元 采购17部清洁车辆特种机具 16日上午在台开新天堂 举行111年清洁队员感恩活动 即清洁车辆播交典礼 有10个乡镇市或补助车辆机具 现场并播放感恩影片 感谢所有清洁队员无私的辛劳奉献 花莲县32万6千个人口 我们全县清洁队员只有608位 谢谢全体清洁人员 尽忠职守 不畏烈日通雨 维护环境清洁 全力无休 花莲环境因为大家而美好 希望我们争取到的重拾基建 以及设施设备 能够符合山边 海边以及纵路所有的伙伴的需求 在今年我们的环保智慧大楼 会即将启用 而启用的同时 我们也用了科技的设备 让大家更了解未来的趋势 明年我们的台名 我们的这个氛化炉 可以来开始进行启用的时候 我们很方便就可以送到我们台名 直接来焚烧 直接来去化 让我们用最好 而且最新 符合世界的潮流 没有任何空气污染 也没有任何底灰灰渣 让它能够用 透过1200度的高温 能够全部去化 包含资源回收车5辆 电动压缩式垃圾车10辆 请携室抓斗资源回收车2辆 现场设宴慰绕所有乡镇市清洁人员 还加码送出礼券 环保局将持续积极改善清洁队员工作环境 也充实及态换各式机具 强化环保能量 共同提升国民生活环境品质 记者长包验证商报道